男子被撞飛 人翻了一圈 實在嚇人 後方駕駛緊急剎車 從監視器畫面來看 他當時騎著電動腳踏車 準備待轉 也許是最暈了 沒有待轉隔 他直接停在斑馬線上 看看左右沒有來車 闖越紅燈 沒想到被撞上 騎電動腳踏車就像是軸包鐵 男子實在命大 被送到醫院時沒有生命危險 原來他是一名越南籍勞工 一大早就喝了兩杯38度高粱 又騎車上路 警察到醫院實施酒測 他還以堵裝傻 你有沒有騎電動腳踏車 我沒有 你沒有 那我 不去嗎 那你現在為什麼會在這裡 酒測值1.39明顯超標 做筆錄時他還聲稱自己 代意買通 聽了懂中文 你聽了懂中文 你聽了中文 你聽了 喝了酒又騎車外出找朋友 停在斑馬線上想帶轉 卻又趁機闖紅燈 酒測值1.39明顯超標 最高僵儲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併科罰金20萬 兩杯高粱下肚代價不小 這次末輝中文報導 這次末輝中文報導 最高僅